花蓮市110年度语文竞赛成绩揭晓 市长魏霞贤在今天上午是特别前往慈大副中 颁奖给国小部级国中部的11名得奖同学 已表示今年受到疫情二级警戒的影响 无法公开表扬获奖的同学 因此会请校方派员到施工所来领取奖状 而另外今年52名的选手 也将会代表花蓮市参加10月的全线决赛 同学们抬头挺胸拍拍战 看起来都相当有自信 因为他们这次在花蓮市语文竞赛中都拿到了好成绩 花蓮市长魏霞贤23号上午也特别前往慈大副中 颁奖给国小部级国中部的11名得奖同学 那其实今年在比赛的过程里面 那在报名然后还有在练习的过程里面 我相信在学校端的部分 还有家长端还有孩子的部分都非常的辛苦 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多都只能线上课程 那相关在比赛的过程里面 那也谢谢我们所有的同仁的一起努力 还有我们学校老师一起配合 这样所有的比赛过程都很圆满 让这些孩子除了平常学业的一个课程之外 也能够参与听说读写 那我们一些传统的一些语文竞赛的部分 那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很多孩子都有很优异的成绩表现 那虽然受到疫情的一些影响 但是不至于让他们学习有中断的一个情况 那在此要谢谢所有为教育付出的每位好朋友 110年华联市语文竞赛9月初在筑墙国小举行 在参赛的250名学生中有77人获奖 其中52人将代表花联市参加全线决赛 市长威嘉贤表示 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够朝着自己的梦想及目标继续努力 施工所未来也会持续办理语文竞赛 让孩子进一步认识文字与文化之美 记者徐丽琴欢迎新报导